近日逃亡美国的中国病毒学专家严丽梦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爆料说 中共高层知道强率奎宁 可有效减缓中共病毒引起的症状 许多中共高层都在服用此药 但这些资讯应涉及疫苗开发等巨大利益链 中共并未向普通民众公布 近日中国这将一篇题为 生活在树上的高考满分作文 应发舆论热议 该文充斥着多个冷门名人名言与生辟词语 被网友怒批不说人话 外媒揭露中国持平问题 在首都北京城里 竟然有多达超过100万人 居住在地下房空洞 既经这样的低端韭菜人数未减 其中又包括大量来自外地的北漂族 这些人因为负担不起昂贵的房租 只能选择继续住在地下室 过着不见天日的生活 近日网上传出大陆东风汽车集团 用普通钢材造军用越野车 结果在中印边境冲突中 上阵就被打穿导致士兵死亡的丑闻 今年6月东风汽车集团 特种装备事业部 两名高层相继落马 随后东风汽车集团 高层人士密集变动 总会计师换人 值得注意的是 东风集团董事长竹延峰 曾长期在一汽集团任职 一汽集团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第一个发迹地 竹延峰及其父亲竹培耀 与江泽民关系非同一般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